嘿,大家好,我是警长 你夏天最讨厌的昆虫是什么? 警长认为是蚊子 一咬一个大红包不说,还起氧无比 今天,警长就给大家讲过蚊子 变得跟人一样大的灾难片 巨文之灾 故事发生在不知道是何年何月的大脸国 一艘外星飞船在美国国家公园的沼泽中坠毁 一些蚊子飞进飞船中近时 它们吸取了外星人的血液 导致它们长到突旧的大小 这些变异的蚊子非常具有侵略性 四处攻击它们发现的每一个人 两个倒霉蛋在湖上吹吊时 受到了巨文的攻击 一个被巨文的口气冻穿了脑袋 一个被冻穿了胸膛 一群在树林里开派对的青年 也成了巨文的照顾对象 关了地瞬间变成了修罗场 几位幸存者开着房车 躲避巨文的追捕 但是地上跑的 怎能撩过天上飞的 巨文很快就追上了它们 并用说到的口气展开了攻击 在巨文的骚扰下 女主舒芬差点跌出车外 竟被男主勇将打救 车内的众人也纷纷掏肩还击 巨文盯爆了房车的轮台 房车失控发生了侧翻 房车里的人被摔得欺魂把锁 惯性车内的人并无大碍 为了躲避巨文 他们钻入一个废弃的管道躲避 一个倒霉蛋躲闪不及 被巨文吸成了干尸 幸存者们藏在管道里射杀巨文 很快就陷入了淡尽凉绝的境地 老黑用衣服当染料 果真阻止了巨文的入侵 暂时安全的众人藏在管道里 伤到这些巨文是哪来的 他们又该何去何从 第二天众人走出管道 老黑用生命探测仪 寻找巨文的老窝 最后来到一座林中小屋 检查了一圈 也没看到文朝在哪 因为没有交通工具 他们决定在这里修整一晚 他们用木板钉死门窗 阻碍巨文破窗耳入 时间到了晚上 巨文嗡嗡地在屋外徘徊 寻找任何能侵入屋子的缝隙 因为木板钉得并不牢固 在巨文的不懈努力下 巨文撞碎木板破窗耳入 勇枪被巨文扑倒 最后用大盆子将其打飞 面对巨文 长话叔操起电锯大杀四方 舒芬用煤气灶烧死一只 在众人的努力下 他们有惊无险地 杀死了床入屋内的巨文 重新封锁了破损的门床 随后在房子的地库里 发现了成千上万支弹 舒芬听闻后洗上煤烧 因为他们可以利用这些成软 一举消灭这些巨文 大黑让众人拉开窗口 打算可以用煤气 制造爆炸将其消灭 小胖问他们怎么办 舒芬说可以利用烟窗爬出去 长发叔问 谁留下来引爆煤气 大黑说他有办法 大黑是个发明小能手 他利用火柴和电池 制造了一个可以定时的引燃装置 大黑打开煤气罩 将时间设置成三分钟后 就开始了他们的淘宝大击 结果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他们用来淘宝的绳子锻炼 小胖被火锅摔死 能再次拿起电锯与剧闻抗争 大黑躲在衣柜里苟延喘喘 三分钟已到 屋子发生了巨大的爆炸 便一剧闻被一锅短掉 侥幸逃过一劫的永强和书粉 在废墟中徘徊 救赎了躲在衣柜 捡回一命的大黑 电影就此结束 电影的剧情虽然很单薄 但却非常的高 特别是人被剧闻吸烟的表情 那眼珠子 还会bill的一下爆了出来 好了